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生活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现场邀请到作家评录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有机会在读评录的作品 然后有机会当面跟他请教 我的问题可能也是很多 读者朋友想要问的问题 我觉得评录在这本 《莫妮卡日记》里头 精选了15篇 分成三集 三个主题 我们先请他讲 这15篇是怎么精选出来的 那为什么会分成三集 对我来讲好像很自然 就是那时候应该多写 多印一些字 比如说第一集是女性的读者 就可以从第一集开始 第二集是男性的读者 就是因为后来 其实我比较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候这些事情有点神秘 可是那分出来之后 那读的人 或评论者就跟我讲说 第一集女性的声音就很突出 第二集的话是男性的声音比较突出 第三集就很有游戏性 就是那样的 也许 也许勉强 也许有这样的一个性别 猜测读者的性别的区分 对啊 譬如我也很想问风哥说 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一个 哪一集 哪一个三分之一的 为了表示我这本书我真的有读 为了表示我对评估的作品真的有读 其实像她的《莫妮卡日记》跟《百灵间》 还有她写的AI 人工智慧 或者写情报员的写色相关 写色相关 我都觉得写得好棒 她的题材或者她涉猎的 她自己关怀的面向 非常的多 好 那我们讲到《百灵间》好了 我觉得《百灵间》这个创作 她对女性的特质 女性的声音 她必须要爬出很多的书信跟一些资料 所以这篇小说花了你多少时间来写 来准备 可能真正动笔的时候 其实算是顺畅的 那确实就是 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看杂书 或者是说看无论是别人的 就是意思是那个回忆录那种的 或者是书信集都很好看 所以就是算是阅读的一部分 那在《百灵间》里面 我很喜欢 我非常喜欢这篇小说 那我觉得那个喜欢的地方是 我找到了一个很巧妙的形式 刚好把我想要说的内容 就是刚好恰恰好的扣合在一起 那我想说的内容是 怎么样找到一个方式 用小说把这个女人 就是我们先不要说 她是第一夫人是蒋夫人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活了一百多岁的老太太 她的一生怎么样可以 如果我看我自己的小说 我认为真的是淋漓尽致的 把她的人生那个精彩处 私密处她所介意的 跟她也会有一些失望的地方 她的公共的形象 跟她私底下作为妻子的 或者是她怎么样看自己的这些形象 就是怎么样融合在一起 那这时候我也必须要说 就是我们喜欢的 这个是对的 就是还好有文字 还好有小说 就是你可以把那么复杂的一个 心理的状态 历史的情境 就是它全部可以融合在一起 那恰恰好的地方 是这个老太太很喜欢写信 她本来就非常喜欢写信 留下的材料给你 对 留下一个材料 所以刚好那个形式 就跟我想要切入 就如果那是一个切片的话 就怎么样让一个活了一百岁的老太太 回看她这一生最在意的事情 最后悔的事情 什么是情爱 什么是婚姻 什么是政治 什么是历史 什么是她自己认为她的国际形象 就是恰恰好由她的信件里面 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呼应 可以呈现的 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是天意无缝 就刚好跟她的信件之间 所以这是百灵间 而且最重要的是说 我相信我也几乎可以挂保证 就她很好看 好 其实平路她其实不晓得的 就是我在这么多年以后 我重看百灵间 我过去翻过我没有特别的感觉 但是现在当我们开始在讲 台湾历史小说 我觉得这一篇就是先驱 小说家如何掌握史料材料 如何编织一个信实的 但又好看 有趣味的故事 我觉得百灵间 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我不晓得这样的解释 并不同不同意 在这篇小说集里头 其实有很多篇都很精彩 比如说像写色相关 讲一个情报员的 谍报员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又是怎么样写出来的 就是你身边你有听到这样的一个 亲友有这样的类似的一个遭遇 还是有一个某种的一个原型吗 我一直都对间谍非常有兴趣 在更早年的时候 我跟张细国和谐过一本叫《不蝶人》 那时候刚好就是那个男主人翁 很巧 他跟我租过同一个公寓大楼 在Virginia在美国的时候 那所以我也有近距离观察过一个 那个间谍叫金五代 就是现在可能已经不太有人记得他 反正很有意思就是 我也近身观察过一个大间谍 那同时某一种的相似性 就是我并不认为说间谍有那么多的 就是非常非常崇高的智洁 我反而认为就是间谍是一个很会编故事的人 就他一定要编的故事让他的上级相信 让他的同僚相信吧 甚至他要让自己相信 所以某个意义上他跟小说作者其实是有某种的相亲之处 说故事的人 是说故事的人 所以我是这样看间谍的 就是他一定要编一套故事 让自己幸福 不管他告诉自己是他是为了效忠 是为了某种的理想 就是他不管怎么样 就是那始终是一个故事 所以我喜欢间谍这个角色 更何况带给我很大的娱乐的 就是这个人生当中的 不管是推理小说间谍小说 他都那么好看 那我喜欢 那在《写色相关》里面 我想我讲到的就是那种间谍老了 就情报员老了之后的推堂 以及他已经没有人说那个故事的时候 他的老妻 他的伴侣 就变成那个故事的情节的一部分 所以那种就是 最起先跟风格聊天的时候 讲到魔幻写实 就那是一种荒谬 可是在我们 就是在我们从戒严到戒严 就在我们的环境中间 那个是一个 对我来讲是一个莫大的荒谬 就是那个时空已经转变了 可是你曾经被赋予的位置 或你自以为的重要性 他不在了 就那个是我们 我们这个 就是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党国体制 是曾经给我们的一些教育 所带来的荒谬 那我想写色相关就写的是这个 好 写色相关真的很好看 他讲的就是一个间谍的故事 但是我不晓得 譬如说他近身观察一个大间谍 这个大间谍 怎么可以这么轻易的 就被小说家发现 而且注意呢 而且你看了 评录的写色相关 你就再也不相信 007的故事了 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